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个仙人球漂亮吗 浑身是刺 如果用手碰上扎上身腾 腾好一天呢 这个呢是仙人球当中的一个品种 叫做班若 它是属于星球鼠的 它呢能够长得非常的大 长到十多公分就不会再继续长大了 然后呢再会长高 长成一个大柱子 从顶部不断开花 它跟我们知道的 蓝凤玉星都之类的 都是属于星球鼠的 是属于一种一年可以多次开花的品种 只要温度不低于15度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我们买到大球 应该怎么去上盆呢 因为大球如果上盆不得挡 它自己底下就会烂掉 最后整个球烂掉 非常的心疼哈 所以小奇告诉您一下 怎么去栽种 首先这种大球 无论是买到的 还是自己去一栽换盆的 把它的根全部剪掉 只保留粗根 然后放到一个可以见光的位置 亮 亮多久呢 对于小球的话 我们亮一周两周都可以 但是这种大球建议亮 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定要去使劲亮 要见光 让它的根彻底的干别 毛细根全部没有 只剩下粗根 在亮的过程中 如果说您亮一个月的话 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 它就会长根 什么时候 你看到它的粗根上 长出根系来了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上盆了 当然了 如果说您家里通风比较好 您要用小盆去栽种的话 那么您去亮半个月 直接栽种 土壤一定要选择 颗粒占五到七成的 不要去用营养土 用颗粒土去栽培 花盆要小 选择透气新好的桃盆 选择矮盆 然后直接将它栽种 只要亮的时间足够 浇上水就可以了 浇上水以后 放到一个可以见光的位置 去正常的养护 一般的话 等它盆堵快要干透的时候 再去给它浇透 这样它就能够快速的长根 只要根系长出来 养上几个月 根系就能够把花盆长满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养护 到时候就能够开花了 斑若是属于一个四季开花的品种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买一个小秋牙牙 开花黄色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它换盆的方法 要记住 在除了冬季以外 您都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去换盆 如果说到了秋末了 要进入冬季了 那么您就不要换盆了 因为秋季冒冬季的时候 它时间太短了 你换盆以后它不长根 换上以后 有可能导致突然湿润 出现烂球的情况 选择在生长季节 比如春夏到了秋季 刚刚进入秋季的时候 都可以换盆 只要不是临近冬季都可以 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换盆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的操作 您换盆绝对会成功 因为我是刚刚拔出来 没有晾太久 所以说先去拿着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后期我会栽种上 再去晾上半个月吧 栽种上以后 它就能够开始生长 明年的时候开花 我再给大家做视频